首先向你致以新年的美好祝愿 也请转达我对菲律普国王的诚挚问候 你这次也是代表欧盟伦执主席国来发访问 十年前我在比利时城市布鲁日发表演讲 借用布鲁日佛拉芒语中的桥的含义 提出在中欧之间加起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之桥 十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中国对欧政策保持长期稳定 我们始终视欧洲为中国的合作伙伴 希望欧洲作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力量 继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面对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中欧之间需要加更多的桥 而不是筑墙 双方应该通过更加紧密的交流合作 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反应 总共同促进世界的国际形势 主持人 第一次感谢您的变化 广告您的变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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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提出您的变化 广告您的变化 十年代前十年代 我记得这个变化 广告您的变化 广告您的变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